大家看到台中中央公园 最近有民众说 公园展区有假花还有假石头的造景 不仅没有美感 甚至还出现类似墓碑的装置艺术 看起来觉得好像来到了夕阳墓园 我们记者实际回到现场 还发现有一个祈福大道 看起来像是来到告别式的会场 对此建设局就回应了 造景是今年元宵灯会 特别保留下来的设施 等到明年元宵就会撤出来换新 对于民众的评价 也会提供给厂商来参考 走进中央公园 绿意盎然 但明明是公园 却出现假花假石头造景 还摆了一个小天水的装饰 毫无美感 最奇怪的是这一块 像是石碑的装置艺术 灰底黄字猛一看 有点像是墓碑 难不成来的是西遥墓园 突然觉得好像真的有点像墓园 就是突然黑黑的里面 然后就突然冒出一盏灯 就是会觉得怪怪的 我现在乍看之下 这些花花朵朵 如果说一个石碑放旁边 那就更像了 公园像不像墓园 往另外一边看 祈福大道 两排金轮 上面写着我要升官等祝福词 但越走越像是来到告别室现场 这是今年元宵灯会 龙之益次元灯区设计的造景 当时每天破万民众排队 灯会结束后 师傅特别留下来的打卡设施 但现在被民众批评公园变成墓园 因流展灯区白天缺少灯光 环境氛围营造造成不当联想一节 将在评估调整优化 提供民众后续参访拍照使用 师傅强调造型有荣获美国 缪司设计大奖 而且为了不浪费预算 才会保留重复利用 平常都有定期维护 至于民众评价会接受调整 接盘信陈世杰台中报导